4 Times New York 今天是2019年12月22日 大家冬至快樂 很快地推說了一件事 就是關於黃色經濟圈這件事 來到第二集 那我们说,为什么要搞起这个黄色经济圈呢?因为其实呢,以长期或者短期来说呢,我们都一定要快些成立才行的。那首先就是呢,所谓的黄色经济圈呢,你不是乱标签那些嘛,那如果乱标就没办法啦。那首先就是呢,你那批店铺啊,都是会认同,认同这个叫做黄色经济圈的理念先啦。 也都会有一些表现啦,就是可能会请回一些手足的,因为你需要知道,你现在呢,其实是要优先请手足的哦,优先请手足。那你说,为什么要优先请手足啊?因为他们呢,啊,很大机会,很大机会,做事是差点的。 你同样的人工得的啦,但是就要请手足,为什么他们的表现会差点啊?你想想有多少人呢,是被一些泡泡,打到手断脚断。那你断骨各样,喂,这些,啊,中生都会痛的哦。 你就算年轻不痛啦,你老了都很多风湿骨折那些,啊,不是,风湿骨痛那些东西啦。那所以他们可能手脚慢点各样的。啊,那你普通的老板啊,当然啦,就是你如果说蓝店就更加不用说啦。蓝店我会想什么的? 第一样东西,他不会请你先,啊,是不是呢?第二样东西就是呢,就算真的请你,啊,他啊,都一定是维利是图的啦,他不会是一个好老板来的。 所谓的蓝店啊,第一样东西就是,他完全没有同理心啊,他完全不知道抗争的来龙去脈啊,凡事只是看一个叫做表面逻辑啊,表面逻辑就是什么呀?孝顺好不好啊?好,是不是? 喂,那如果孝顺,那你老爸强奸你那怎么呀?孝顺哦,喂,被他奸,对不对?那你是不是被他奸呢?是不是要这样孝顺呢?哦,你就说这些是愚孝,喂,蓝丝是不会说什么叫愚孝的,蓝丝追从是没有这样东西的,只有第一道的逻辑,第一道的逻辑就是,啊,孝顺啊,啊,做人就要孝顺的啦,中国人哦,当然是中国人的啦,就要爱这个国家呢,中国人的嘛,喂,那如果你国家强奸, 强奸你呢?嘿,我国家不会强奸我的嘛,喂,他真的强奸你的呢?哎,没有,喂,他在前面强奸人哦,没有这些,那些幻象,幻觉来的而已,吓我不了的,哦,每一只蓝追从原来都是糖牛来的,你知不知啊?就是,他得第一重的逻辑,是没有第二重的,而到真的奸到他的时候呢,他可能,啊,就会改过了 那问题就是什么呢?那时候已经太迟啦,因为所有的蓝追从,都是短视的,他们是活在现在的一堆生物,是活在现在的,永远都不会看到未来是怎样,永远都不会有一个长线的视野,永远都不知道什么叫做长远规划,那所以呢,你如果去这些这样的公司做事的话呢,他是完全只会考虑,啊,就是你的工作表现各样,而不会想着迁就一下的, 迁就一下就是什么呢?哦,你的手痛点,好啦,你做些跑得快点的,可能传单那样啦,哦,你的脚断过的,呸呸的,哎,你做收银啦,那蓝店那些会不会这样想呢?不会啦,他们是没有同情深的生物,是一堆地底上转出来的追从,追从你是不能跟他说仁义道德,就这么简单,那例如机场里面有个老板,只是说一些,哇,他们很暴力啊,这样那样的东西,就被标签为蓝店,那接着呢,就有人帮他啦, 那谁帮他呀?港人港地咯,那港人港地,访问完他之后呢,就是说,喂,他生意跌了很多很多很多哦,那于是乎就有一些蓝店的,蓝色经济圈,的支持者,就是可能是一些蓝丝带啦,我不知道,那就去吃他那间店啦,那但是生意来讲呢,都是跌了三成的,那这样东西也讲了你听第二样东西啦,就是其实呢,黄色经济圈就是,这个抗争阵营里面呢, 你的最大长处,你的最大长处来的,为什么是最大长处啊,因为你人多咯,人多就真是好办事,第二样东西我想讲的呢,就不是蓝丝带那边,只是小人那么简单哦,是蓝营那边那些人呢,你跟他讲一些食肆啊,蓝店啊,各样呢,为什么港人港地访问完,你都还要跌三成呢,不是应该很多人支持你的吗?好了,我现在讲了,他看不起你啊,为什么看不起你啊,我想讲就是, 很多既得利益阶层呢,他们每次身家都不少钱的,既得利益,所以他才支撑着这个这样的蓝色经济圈而已嘛,就是没有,哼,但是,那些人过惯的是什么生活啊? 穿皮草啊,出入都losey noise啊,可能是这些来的哦,那你那间什么店来的?萧纳店?你萧纳店,啊,想我业楼去吃?喂,别用指望啦,我最多就是拍广告说你好吃,这间家记好啊,西环家记,去啦,那即时引来呢,就是,可疑那间家记和他割席啦,没有任何关系啊,我们这样,就不知道为什么他这么害怕啊,没有啊,没有啊,死亡之民啊嘛, 那你又会明白到,喂,别人那些高等一些的嘛,lobo啊,贵族啊,他们觉得自己是先啦,啊,他们觉得自己是lobo来的,贵族来的,怎么会去你这些这样的烂兜兜的店啊?喂,我组绍得很漂亮的啊,杨师傅,你的和花章是八宗算一,弄啊容先啦,你有潜质的,人家是食神来的嘛,怎么会帮衬你这些这样的兜兜小店啊? 那结果呢,你其实是很笨的,为什么呢?因为你得罪的是你自己的客源嘛,也就是为什么我说呢,有时候那些男追从呢,第一时间他们不想的,因为他们没有一个这么长远的视觉,想法只是单一逻辑,那我不要这么坦白或者这么直率地说他们没脑啦,就是这样说不是很好的,啊,我觉得不是很好啦,一来就说人没脑,啊,他们可能很有脑的,就是想短期, 就是想短期间的东西,就是例如怎么开那道门锁,可能他比我更努力呢?但是长远来说的话呢,就是例如,你阿斯拉拉不拉低个刺板呢?他们应该是会拉低的,但是会不会敏视呢?那,就很难说了,就是他想不到多一重 我,我不知道是不是,我乱说的,就是我这样想啊,他们不可以想多几重东西啊,那没办法,是不是?那,然后就会跟你说咯,我也不明白为什么你们接受不了一些中立的声音,啊,他们那些中立的声音,实质上呢,最中立的声音呢,啊,我妈妈就是那些人啊,哼,他是完全中立派的,什么叫完全中立派啊? 啊,乱啊?哎,不要出去咯,啊,那边,哇,搞这样的东西啊?哎,不要吃咯,哎,回家算了,那,这些就真的中立了,就是不会说完那些很噁心的语言的,那些才是沉默大多数啊,周庸那些,被人用完的卫生巾来的,沉默大多数,第一,他不沉默,第二,他不是大多数, 首先,啊,第一,第一,你表态还叫沉默,你明明什么叫沉默啊?沉默大多数都要发声,你是不是有点逻辑谋误呢?第二,他们不是大多数,啊,你怎么知道啊,区议会选举说了你听啦,还不够清晰呢,这个,啊,是不是?还是你觉得那些都是假票啊?啊,还是你觉得,呃,就是这个区议会选举,啊,是被人左右了的,喂, 哎,是左右这个区议会选举都是要讲满购的一哥啦,谁是搞满购的一哥啊?当然就是共共啦,敬共敬共,那他一车车那些票运下来了,是不是?我没有说是区议会选举的票啊,你不要搞错啊,我是说那些逃犯条例那些跳票而已,跳票啊,行不行啊,跳票啊,那搞我啊,你,就是我这样想咯,那,还有就关顾一下,啊,逃亡海外的一些, 朋友仔啦,就是我觉得最好整个网上连龙场等两地都可以连结起来,什么都好啦,但是记得叫他们用VPN哦,啊,就是因为如果你在台湾,用到实牙实耻的一个IP呢,其实是可以trace你的嘛,那所以记得用VPN啦,就是如果你想用那些,叫做网上连龙场啊,诸如此类那些,诸如此类那些物体,啊,就是大家在这里送暖,什么都好啊,是不是? 那大家又可以互相交流一下各样,尤其是听老蕭讲他们都是很小过的那些嘛,好啦,现在讲第三点了,为什么要成立这个黄色经济圈,啊,那就是因为为长远计,你长远来讲这个抗争是赢还是输啊,你不知道的哦,就是,是啊,哪个包赢的,包赢那个你跟我说,啊, 啊,我听着先啦,那,但是你赢完之后又怎样呢?当初啊,很多人都付出了很多各样那些东西,那你付出完那么多的时候,喂,可能工都没了的哦,又可能,喂,很多,啊,那些叫什么啊,后遗症,是啊,后遗症啊,那你有那么多后遗症这样,那样的时候啊,我们是不是应该有一些叫做,就是你叫政府就不会做的啦,扶贫扶贫就扶了不知道去哪的,他会关顾那些,啊,在社会上面,啊, 啊,被鱼肉的百姓呢,人为刀嘴,我为鱼肉,是不是呢?就是,没有的啦,那所以,就是你首先要自求多福,就成立了一个叫做黄色经济圈,是那些人呢,觉得道德这样东西是重要过经济先,啊,那当然不是说,啊,这个社会就是讲道德啦,是不是啊,就是讲道德没有犯开的嘛,但是你就不可以只是用经济去概括道德咯,因为如果这个社会,连最贫困那帮人,都得不到 一些最基本的照顾啦,不是叫你照顾了很多,又不是那些什么养懒人那些东西,而是人家真的生活上有困难各样的时候,那至少认同,喂,社会上不可以容许这些那么惨的事情发生的哦,那有个这样的经济圈在那的时候啊,那就社会来说,你会觉得生活得安全一点,舒适一点先啦,是不是啊,这个第一点啦,第二点啦,第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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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啦, 第二点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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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点啦啦,第二点啦,第二点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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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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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要是其他人去证明自己咯 就不应该是 就是出钱出力那个人做的这些 就是因为你要通过认证各样那些东西 那没理由就由出钱出力那些人做的 那他也没有空 那反而是你想想你怎样可以证明到自己 啊是一个手足各样啦 那我觉得这些都不难证明的 就是如果你当日进过医院 啊是吧又或者是就是有被捕记录各样那些 那这些骗不到人的嘛 那反而是应该打正旗号搞的 不用思思缩缩各样的 完全合情合理合法 那他当然会在那里瓦解你啦在那里说什么呀 不行的社会不可以分成两派啊 这样那样喂外国都认同一些理念的哦 认同理念那些就去光顺那样的哦 例如有些什么 环保餐具那样的食肆啦 虽然是贵一点点但是那些人愿意光顺的 又例如一些猫猫狗狗那些啊 就是如果你是用一些叫做animal cruelty 然后才去令到自己成本降低那些企业呢 那就少点人帮衬啦 他们帮衬宁愿贵一点点 那就不宁愿啊你是伤害猫狗的 猫狗都这样对待啊 别人外国多文明啊 更何况香港称之为一个国际城市 你连这个文明的标准都达不到 那呃 坑偷埋牆屎鬼了啦 还好讲其他东西 对了啊 那就今天讲着那么多先 我应该会拍第三集 那就是讲这个黄色经济圈的后续的 好今天讲着那么多 好今天 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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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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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